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好今天來分享一下得到新冠肺炎的過程 那第一天得到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到你的那個 身體的體溫會很快的上升 到38到39度之間 然後感到非常的無力 那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原本比較酸的地方還有更加的酸 還有心跳也會跳得非常快 甚至到120度以上 這第一天的狀況 他第一天就感到很無力 那這個高溫的持續呢 會到2到3天 而且會反覆的發熱 熱了又冷冷了又熱這樣子 這是最痛苦的初期 那得到之後呢 當然你最開始的動作就是 要藉由視訊問者 在台灣的話大家都會很有經驗 取得這個抗病毒的藥物 那當然你沒辦法拿的時候 你可能要請親朋好幫你拿 然後你也可以到中藥診所去購買一些清冠一號 那其他的時間呢 就只能靠你身體本身的防禦能力 以及你之前呢 如果有注射那個疫苗的話 那可能還對病毒呢 可以你的病程會比較輕緩 除此一來 你這個跟病毒大戰的時間 大概是1週啦 那有的人會到2到3週都有可能 啊順利可以通過的話 你的身體就會產生這個抗體 那一般小孩是比較容易的 產生抗體的 也就是說大部分確診的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後續 可能會有一些副作用 譬如說頭會丟痛啊 或者是會咳啊 甚至呼吸不順 你體力下降 每個人都不一樣啦 這是個人的經驗分享 那我想說這希望對大家 得到了那有所幫助 那沒得到也要這個小心一點 最後呢 就祝大家這個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